歡迎來到三國茶館 歡迎來到三國茶館 我是說說人柳玉 今天要說的人物是畫星 即使不讀三國 你還是很可能在其他故事中看到他的身影 而且神奇的是 無論是民間故事 或是三國歷史 他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 到底畫星是清廉有德性 還是沒節操的小人 我們就來談談這個問題 首先看看世說星與小故事 很多人可能小時候就聽過了 管寧跟畫星是好朋友 兩人一起跟讀時 看到地上有一小塊黃金 管寧沒有任何動作 黃金在他眼中就跟石頭一樣 畫星則是把晶片拋向旁邊 又有一次 有官員帶著盛大排場路過 管寧繼續看書不為所動 畫星放下書本出去觀看 於是管寧歌席說道 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這個歌席斷交的故事很有名 不過世說星與 是不是對畫星有偏見呢 這倒未必 還有一篇可以參考 當畫星跟王朗乘船避難時 遇到一人中途依附 對於該不該帶著他走 畫星表示疑慮 王朗則說 船還很寬啊 我們帶著他走也不妨啊 後來亂軍追來 王朗便想拋下收留的這個人 畫星說道 我本來思考的 就是會遇上這樣的事啊 但既然已經答應收留他 怎麼可以捨棄他呢 我們該信守承諾啊 儘管是說星語所寫的 不一定就是事實 但很適合作為背景介紹 管寧的境界最高 他不愛慕虛榮 不求名位 那當官的王朗跟畫星相比 畫星又優於王朗 後來王朗跟畫星都在為國做上高位 不過做大官 這件事本身沒有錯啊 為什麼王朗跟畫星常常被罵呢 其實兩人經歷很像 王朗跟畫星原本都是漢官 當孫策起兵席捲長江 王朗兩度敗戰 只得向孫策低頭 畫星則是在江東做豫章太守 他看到孫策用兵戰無不勝 於是主動迎接孫策 由於王朗跟畫星都是知名的世人領袖 孫策也用上兵之力對待他們 嚴格說起來 王朗的膝蓋還比較硬 他還跟孫策對戰過 畫星是直接棄手耶 話說孫策死後 曹操用天子的名義徵招畫星 孫權原本不想放畫星走 畫星說道 將軍現在雖然與曹公交好 但並不穩固 留我下來也沒有用處啊 讓我去曹公那邊 我可以為雙方關係做出貢獻 這才是好計策 畫星北上時 替他送別的賓客朋友上千人 並送他大量財物 畫星先收下 直到出發時 他才說道 我不願推辭大家的好意 但長途出門 財物容易惹禍上神 還是請你們收回吧 畫星面面俱到 明明是體貼別人 卻說成是請大家體諒他 大家都佩服他的美德 畫星來到衛國 官越當越大 他先做尚書 後來接替巡譽做尚書令 尚書令就是朝廷中的首席執政官 相當於內政部長了 不過畫星相當勤儉 他把俸禄都分送給親戚跟故人 自己過著清平的日子 在曹批時期 畫星官至司徒 家中卻常常連一點存量都沒有 曹批曾對他說 司徒是國家的表率 大家都敬佩你 可是您的膳食比其他陳詞還差 這樣不妥啊 可見畫星有多刻苦 皇帝都看不下去了 曹批特別次給他御醫 這是少見的殊榮啊 好啦 說到這裡 疑問越來越多 曹操以畫星為上書令 又上表任命他做軍師 但他根本沒替曹操出過什麼謀略 曹批上位後 更是讓華星當相國司徒 畫星缺乏記策的描寫 說到國策 他也不像王朗或成群有那麼多具體記載 那他到底憑什麼升官 魏叔說 畫星個性謹慎小心 他只陳述適當的賤言 不求太過表現自己 所以很多時期沒有被寫下來 當然這個解釋 肯定無法跟廣大三國迷交代 所以我要來說畫星最大的八卦了 他到底是不是漢朝的罪人呢 畫星最大的爭議事件 就是迫害留邪的皇后福皇后 由於福皇后跟他父親福丸 涉嫌反叛曹操 曹操派出赤綠跟畫星捉拿皇后 畫星帶兵進攻 皇后關好門窗 躲進牆壁夾縫 然而畫星帶著搜索票拆家 一把拉出皇后 劈頭散髮的福皇后狼狈萬分 他向流邪說 難道不能救救我嗎 天子流邪黯然說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 唉 天下豈有這樣的事情啊 最終福皇后整個宗族全部被主殺 好的 曹操下令殺福丸跟福皇后全家 這是確定的事 劉備正宜也常常拿這件事來做文章 但到底是不是畫星做的 這就不確定了 記載中仿佛有兩個畫星 一個跟所有人都圓融相處 人見人愛 是著名的清官好官 一個卻是漢朝的叛徒 而且近乎殘酷 無情搜索 無情開殺 那我們該如何判斷真相呢 其實這個問題從古代就開始辯論了 至今還是沒有答案 《草蠻傳》這段故事寫得很細劇化 很像小說筆法 《草蠻傳》是無人的著作 抹黑曹操 抹黑從東吳跑去草味的畫星 完全不意外 不過在《季智通劍》跟《後漢書》中 都寫下畫星捉拿皇后 這說法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再看看《通劍》 當曹操過世 畫星奉召將魏王的應售傳給曹皮 這說明畫星確實被視為清朝的心腹 他就是為國建立的重要推手之一 畫星跟王朗沒有什麼攻擊 最大的成就似乎就是幫助曹氏篡漢 被罵也不意外 那我做個結論吧 畫星最好的那一面 跟最壞的那一面 看似完全不相容 其實兩者可能都成立 如果曹操派畫星去捉拿皇后 他也沒辦法反抗 回到開頭的小故事吧 畫星把黃金擺一邊 並不是把黃金視若無物 這很符合他的形象 他就是個凡人啊 畫星一生不愛才不爭鋒芒 但他眼中沒有名位嗎? 並不是 所以每當強權壓到他身上 他就向孫策屈服 他就向曹操曹批屈服 這很畫星喔 我並不是在攻擊他喔 像管林那樣出世當影視 非常不容易 但入世也沒有錯啊 或許畫星就是最適合在亂世生存的那種人 他坐上高位 能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 用他的影響力來教化風氣 也是個功德吧 講完了中庸版的結論 最後說說我的個人想法 記載說畫星人緣好 名聲好的部分 我都是相信的 但對於這個人物 我實在是不喜歡 不欣賞 畫星最後跟王朗一樣 官至司徒 位列三公 看起來異常諷刺啊 喔不對 應該說早在一開始 曹操讓畫星當上書 就已經可以做梗圖了 當我在看畫星的記載 心中一直浮現這句話 上書大人鄭基林啊 他未必認同孫策孫全 但還是八面玲瓏 離開江東時甚至有上千人送行 我並不是因為畫星幫助曹魏 我就討厭他喔 之前我介紹過董昭 他是曹操稱公稱王的幕後黑手 他的謀略跟重要性完全不輸國家 很多人都不知道董昭有多厲害 儘管他為曹操歌功頌德 我還是很佩服他啊 因為董昭是積極用他的謀略辦到這一切 但畫星不是 他比較像是看風向做選擇 曹魏代漢最需要的就是前漢朝官員 而且是有名聲的讀書人 形同幫曹魏政權站台發言 王朗跟畫星能夠做到三公 就是靠這邊 我這樣說可能有點狠 但三國志中寫畫星王朗的好話 本來就是站在衛國的立場 而且有些稱讚畫星的記載 看多了反而覺得詭異 比如說曹操成為皇帝 只有兩個人沒有慶祝喜悅的表現 這讓曹操很在意 成群解釋說 他跟畫星原為漢城 所以不能表現出歡喜的樣子 希望陛下理解 於是曹操更看重他們 這種記載實在讓人想吐槽 如果是真的也太做作了吧 更何況畫教是畫星的孫子 他寫的內容僅供參考 畫教在文史方面很有成就 後漢書成書時 很多地方直接收錄畫教的文字 但還好後漢書 沒有把那個充滿聖光的畫星複製貼上 他才會有兩種形象 那老話一句 兩個版本 觀眾可以自行思考 我想畫星有他的優點 他清簡有志 修身綠記 但要說有很大的美德 嘖 我讓諸葛亮來回答好了 證實中 並沒有諸葛亮罵死亡狼 不過畫星亡狼等人曾經各自寫信 勸告諸葛亮投降大位 諸葛亮趁勢寫了正義來罵他 他寫說 曹魏做了許多愧對漢帝 愧對百姓的事 你們這幾個老傢伙幫助反賊 還敢來跟我講話 我看你們是找死啊 這很適合當作本回的結語 王朗跟畫星低調度日 倒也罷了 但如果想強出頭 想洗白他們是有德的君子 我只能說 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 今天的故事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訂閱按讚留言 就是我創作最大的動力 我是說出了劉裕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